福特正引领一场引擎技术的革新浪潮 想象一下无需完全放弃汽油动力 亦不必等待漫长的充电过程 便能体验到如同电动驱动般的即时响应 澎湃动力以及实实在在的燃油经济性提升 这正是福特的核心理念与创新所在 这项由美国工人与本土打造的技术 是为那些既对未来科技充满好奇 又对传统驾驶体验抱有信赖的车主量身定制的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福特全新高功率密度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核心价值以及它将如何颠覆您对日常座驾的期望 从实际的驾驶感受直至车辆的整个生命周期体验 一种崭新的加速感正在诞生 当众多汽车制造商纷纷将目光聚焦于纯电动转型时 福特选择了一条更为均衡的发展道路 他们深刻理解数百万车主虽然对电动汽车抱有兴趣 但尚未准备好完全割舍他们所熟悉的内燃机 唐续航里程以及便捷的日常使用体验 与众不同的加速体验 在其他车企大谈全面电动化之际 福特正探索一条更为稳健的路线 他们洞察到无数驾驶者虽然对电动化有所向往 却仍然看重传统发动机带来的熟悉感 长距离行驶的安心以及快速补充燃料的便利性 因此福特并未孤注一致的投入到纯电动 而是致力于让内燃机变得更加智能化 轻量化和高效 并将其与先进的电力驱动技术巧妙融合 他们将这一战略称为聚焦功率密度 这项创新正在彻底颠覆我们对于发动机尺寸 与性能之间关系的传统认知 数十年来更强劲的动力输出 往往与更大更重的发动机直接相关 人们普遍认为六缸发动机在性能上 优于四缸发动机 而这似乎就是行业内的铁律 然而福特的全新思路打破了这一固有模式 他们最新的三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能够爆发出以往只有六缸发动机才能企及的动力 同时在引擎盖下占据更小的空间 并且重量也显著降低 这对实际用户来说至关重要 更轻的发动机意味着车辆在转向时更加灵活 制动性能更为可靠 并且在每一次出行中都能有效降低油耗 这并非仅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的理论项目 也不是为了吸引眼球的概念车噱头 这些先进的发动机正被广泛应用于主流车型 成为普通家庭日常出行的可靠伙伴 福特的目标简洁而宏伟 在保留核心驾驶乐趣的基础上 优化用户体验中的痛点 为未来的电动化做好铺垫 但绝不强迫所有人在短时间内完成转型 这种变革在你首次踩下油门踏板的那一刻 便能真切感受到车辆的响应速度之快 令人印象深刻 无论是需要拖拽重物搭载家人 还是进行长途通勤的驾驶者 都依然能够获得所需的动力 而引擎盖下精密的工程设计 正在悄然发生变革 这场静默的革命始于生产线 却在每一次驾驶中都展现出强大的力量 其核心在于钢体内部运藏的高功率密度工程技术 福特全新动力密度的核心理念 深植于发动机的钢体设计之中 传统的发动机由于需要长期承受高温 高压和振动的考验 往往采用厚重的壁体和相对保守的设计 福特的工程师们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如果采用现代化的材料和智能化的铸造技术 是否能够在不牺牲发动机强度和耐久性的前提下 实现轻量化 他们的答案是通过采用高压压柱工艺制造的铝合金钢体 这种工艺能够制造出更薄更精密的钢壁 即使在承受巨大压力时也能保持其刚性 最终制造出的发动机相较于5年前的同类产品 重量减轻了大约15% 这项工艺实现了更薄的壁厚和更高的精度 同时确保了抗压强度 最终成果是 新款发动机比5年前的同类产品轻了大约15% 从车辆前端减轻如此显著的重量 带来了多方面的益处 车辆在过弯时更加灵活 在颠簸路面上行驶时更加平稳 燃油经济性也得以提升 因为发动机每分钟运转时 需要推动的质量更小了 然而最令人瞩目的创新 隐藏在每个气缸的内部 福特采用了纳米陶瓷涂层覆盖钢壁 这种涂层通过高能等离子喷涂工艺施加 由此形成的超光滑表面 使得活塞在气缸内滑动的阻力 远低于传统的铸铁钢套 或许你会觉得仅仅降低8%的摩擦阻力 微不足道 但是在行驶数千英里之后 这种微小的提升将转化为 可观的燃油节省和更低的部件磨损 热量损失减少 机油能够保持更清洁 发动机部件的运行也更加持久顺畅 这正是普通合格的发动机 与能够长期保持卓越性能的 发动机之间的本质区别 对于驾驶者而言 这项工程技术的进步 直接转化为直观的驾驶体验 车辆的响应既迅速又平稳 即使在满载乘客和行李的情况下 也是如此 你无需深入了解铝合金或涂层技术 也能自然而然的感受到一切操作 都更加轻松自如 涡轮动力无需等待 涡轮增压并非一项新技术 但福特最新的涡轮增压系统 与大多数驾驶者所熟悉的涡轮系统 有着显著的不同 在老款涡轮增压车型中 当你踩下油门后 需要短暂等待涡轮增压器 建立足够的压力 这种被称为涡轮迟滞的停顿 使得车辆在城市驾驶中 表现得不够线性 有时甚至令人感到沮丧 福特通过引入电动辅助涡轮增压器 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即使在发动机低转速运行时 小型电动机也能立即驱动 涡轮增压器的压缩机 使得增压过程几乎在瞬间完成 从车辆怠速起步的那一刻起 你就能感受到强劲的牵引力 没有任何持质感 这种电动辅助 与传统涡轮动力的巧妙结合 带来了令人联想到 但驱动车辆的仍然是汽油发动机 从静止状态起步 即可获得强大的牵引力 毫无任何持质 这种巧妙地将电动辅助 与涡轮动力相结合的设计 带来了令人惊叹的驾驶体验 甚至可能让人误以为 驾驶的是一辆纯电动汽车 车辆的响应既平滑又迅速 而其动力来源依然是汽油 空气的流动并不会止步于涡轮增压器 它还会流经重新设计的进气气管 这一部件将涡轮可体的效率提升了近12% 简单来说 现在的发动机能够在不同的转速下 更充分更均匀的呼吸 气管内部的结构 会根据发动机的负荷和转速 进行动态调整 精确的引导气流的走向 仅仅增加进气量是远远不够的 福特还对燃油进入气缸的方式进行了优化 他们最新研发的直喷系统 能够在单个冲城内 多次向燃烧式喷射燃油 通常是三次甚至四次微小的脉冲 喷油器在超过3508的压力下工作 将燃油转化为极其细密的雾化液滴 这既能实现更清洁更彻底的燃烧 又能在车辆巡航时保持良好的燃油经济性 而当你需要加速时 又能瞬间爆发出强劲的动力 在狭窄的车道上行驶 或需要快速超车时 这种精确的燃油控制 确保了发动机不会出现任何顿挫 或动力不足的情况 它始终保持着流畅的呼吸燃烧和前进的节奏 最终呈现给驾驶者的 是一种超越小排量发动机 预期的更加高级的驾驶体验 日常驾驶中的电气化助力 福特并非将这些新型发动机 作为孤立的单元进行开发 从最初的设计阶段起 它们就被规划为 与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协同工作 其核心理念简单明了 通过一个紧凑的电池组 和一个48伏的电气系统 回收那些原本会被浪费的能量 并在驾驶者需要时释放这些能量 在车辆制动或滑行时 集成式的启动发电机将充当小型发电机 为系统输送电力 当车辆起步或需要额外的动力时 它则会切换角色辅助驱动发动机和传动系统 最引人注目的是 安装在排气管内的热电发电装置 普通的车辆会将大量的热量 通过尾气排放到空气中 而福特的系统 在排气流中安装了特殊的模块 可以将一部分热能转化为电能 虽然其发电量不足以直接驱动车辆 但可以为车辆的附件供电 并减轻传统交流发电机的负担 没产生一瓦特的电力 就意味着发动机无需通过燃烧额外的燃料 来产生相同的功率 这意味着效率的提升 无需驾驶者进行任何额外的操作即可实现 48伏的电气系统 还使得发动机启停系统的工作更加平顺 当车辆在红灯前停止时 发动机将自动关闭 而当驾驶者松开刹车踏板的瞬间 发动机几乎无声地重新启动 在低速拥堵的路况或停车场内 电动机甚至可以在发动机熄火的状态下 驱动车辆缓慢移动 在交通拥堵的路段或停车场区域 电动机甚至能在极低的行驶速度下 推动车辆前进 此时发动机处于关闭状态 你无需拥有一辆纯电动汽车 也能体验到电动汽车的静谧和平顺 对于生活在繁忙都市的居民而言 这种平顺的启停功能和低速电动滑行 足以改变日常驾驶的整体感受 它将缓慢行驶的车流 从一种颠簸刺耳的体验 转变为更加从容静谧压力更小的出行方式 真实世界的动力静谧与舒适 如果实际的驾驶感受不尽如人意 那么所有的技术创新都将失去意义 这正是福特在真实世界中 进行精细调效的价值所在 以1.5升三缸发动机为例 其参数显示 它可以输出大约180马力和210磅英尺的扭矩 10年前要在家庭SUV上 达到这样的动力水平 通常需要搭载一台更大的2.5升发动机 而如今一台紧凑的三缸发动机 就能让福特Escape级别的车型 在8秒内完成0到60英里每小时的加速 同时还能在高速巡航时 保持大约40英里每加轮的燃油经济性 当你握住方向盘时 你会感受到动力输出的沉稳和自信 没有突兀的爆发感 只有当你轻踩油门时 车辆才会平顺而持续的输出牵引力 福特对油门响应 变速箱换挡逻辑以及涡轮增压特性 进行了精心的调效 使得车辆在城市拥堵和开阔道路上 都能表现得自然流畅 他们的目标是让驾驶者不再担心 小排量发动机是否能驱动如此大的车身 而是专注于车辆能否准确地响应 他们的指令 三缸发动机通常因其固有的结构 导致点火模式不均匀 从而产生一定的震动 福特通过采用平衡轴 精密的发动机支架 以及主动式支架 利用48V系统产生反向震动 成功地克服了这一难题 这些装置能够有效地抵消大部分自然震颤 并在其传递到车厢之前 就将其消除 最终呈现的是一个静谧的车内空间 其平顺性甚至超越了许多传统的四缸发动机 在长途行驶中 更低的噪音和震动 意味着驾驶者和乘客的疲劳感会显著降低 即使在发动机全力运转时也是如此 福特新一代高功率密度发动机证明 内燃机远未走向终结 相反 它正在被重塑为与电气化协同共生 而非相互对抗的伙伴 更轻量化的钢体 更平顺的内部运行 更智能的涡轮增压系统 以及轻度混合动力的支持 共同带来了切实可感的驾驶体验提升 和燃油经济性优化 在充电网络不断扩展和纯电动车型 日益普及的今天 这项技术正作为通往未来出行的坚实桥梁 在当前阶段 它让驾驶者既能享受现代汽车的性能 又能保持较高的燃油效率 同时不必放弃 它们所熟悉和信赖的传统引擎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